好 那各位同學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 阿語言裡面最後一個物件屬性就是列表 好 那這個我們先給大家示範一下 這是我們上一節課最後的練習3 我們拉了一個比較大的檔案 然後他要處理非常多人對不對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他是一個病患一個病患來處理的 然後我們來按下Source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好 大家看到這個是不是 他處理的時間 是不是 他是不是 大概等一陣子才處理好 等一陣子才處理好對不對 好 如果你有注意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他越跑越慢 你們有注意到他越跑越慢嗎 還是沒有什麼感覺 好 沒關係 這個 這個例子要看出他越跑越慢其實是不容易的 好 那我先把它關掉 好 那越跑越慢啊 越跑越慢的核心原因 是R-Bine的這個語法 為什麼R-Bine的這個語法會讓東西越跑越慢呢 好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個 就是很基本的 就是計算機概論的內容 就是 大家應該可以想像 就是在這個 在你的電腦裡面 你的這個就是 資料是儲存成0101的格式 對不對 這個可以想像 好 那我現在問大家 如果你覺得 你把A檔案 就是Excel 第一份Excel的檔案 這個表格 跟第二份Excel的表格 你把它貼在一起 你覺得兩份0101的這個 他們是直接這樣 合在後面 合起來就可以了 還是 沒有辦法 一定是不行吧 可以想像吧 一定是不行對不對 因為檔案的前面 總是要加一些 加一些0101說 這是一個什麼東西 總是要有一些這個東西 所以它其實沒有辦法 直接把它變起來 這樣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好 所以說實際上 做的過程是這樣子 就是 你這邊有一個檔案1 這邊有一個檔案2 而且中間常常會產生很多 額外的這個記憶空間 在你的電腦的記憶體裡面 它其實分開了 兩個一起複製到一個新的地方 然後產生第三個檔案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接著 你又產生下一個檔案之後 它再 把一個 1加2的 A加B的檔案 和C的檔案 在一起複製到一個地方 變成一個B檔案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 在這個過程中 它其實不斷在複製 每做一次R-Bine 相反你做一次複製 好 可是有一種方法 它會做得更快一點 就是 如果今天你先做A A檔案就存在這裡 就算了 接著你再做B檔案 再存在這裡 再存C 再存D 然後接著你一次把這四個 和你四個在不同的 記憶體的不同位置 你直接開一個新的Excel檔 然後你先貼這個 再貼第二份 再貼第三份 再貼第四份 這樣你是不是只要複製一次 這樣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嗎 你們有聽懂嗎 可以聽得懂 好 模糊的懂也沒關係 因為這件事不是很重要 好 這一種方法 對記憶體就是友善 對記憶體是友善的 速度就會快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那我怎麼樣把 我怎麼樣把 第一份 A檔 B檔 C檔 D檔 把它暫存在 記憶體的某一個地方 保留它的鎖引 保留它的鎖引 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嗎 你們應該有發現 在程式員裡面 你要叫東西 就是存到某一個地方 然後去鎖引它 你就可以看到它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保留它的鎖引 並且在 要 抗拜的時候 把它一起叫回來 說這邊我全部都要抗拜 好這樣聽懂我的意思了吧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問到 列表這個東西 列表這個東西 就是拿來做這件事情 來 列表 除了我剛剛講的 對記憶體友善的特性以外 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 列表 既然它只是鎖引 其他物件 所以它是不是可以 同時包含 它的第一個物件 可能是一個矩陣 第二個物件 它可以是一個向量 第三個物件可以是個資料表 甚至第四個物件 可以是另外一個列表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列表是一個 擴展性極強的一個 就是資料格式 在很多 在很多城市園裡面 在很多城市園裡面 就是比較底層的城市園裡面 他們甚至沒有矩陣 沒有DataFrame 就只有列表 因為 因為其實 只要有 只要有它 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 你甚至也不需要有向量 你可以把向量 想成就是列表 就這樣就好了 反正列表裡面 又可以包列表 對不對 好 那 你現在了解這件事以後 我來跟大家講 在R語言裡面 列表總共有三種 第一種就叫列表 就是List 第二種叫S3 Class 第三種叫做S4 Class 這個 今天我會教大家列表以外 我還會教大家S3 Class 但是我不會教大家S4 Class S4 Class 就是S4 Class 在這整學期的課程內容 你應該都不會遇到 然後 甚至 它非常 它罕見到什麼程度 我跟大家講 就甚至在 如果你有上 繼續學習 或是你有上 下學期 你還想上 這個深度學習 你都不會看到S4 Class 所以說 然後它的用法 又跟前面差很多 所以我不會講 那 偶爾你用到的時候 這個 大概就是被包在這個 其他 你可能在下載套件 我們現在還沒有教大家下載套件 你下載套件 就是用別人寫好程式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它 但是 真的是很少見 所以我不會講它 好 那我們現在來產生一個列表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 首先 我們 先 X1 然後變成M1 這個過程啊 大家應該已經很熟悉了 這就是產生一個 M1的空矩症 這個沒有問題 OK 接下來 產生一個M2的空矩症 這個也沒有問題 好 M1跟M2 它理論上是不能合併的 對不對 因為他們 一個是3x3 一個是4x5 他們怎麼可能合併 他們不能合併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好 接著 來 我們再產生X3 這個邏輯向量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L1等於LIST 你看 M1.M2.X3 這個LIST這個函數 就很像C這個函數 C這個函數 C這個函數是把很多向量組合成一個向量 LIST這個函數跟C這個函數用法非常非常相 只差在是把它組合成一個列表 那既然它組合成一個列表 根據列表的基本特性 就是列表它其實不管裡面人數是什麼都可以 我們在用C這個函數的時候 你應該有注意到 假如說你音質向量跟數值向量 整合在一起之後 它會變數值 對不對 文字向量跟數字向量整合在一起 它會變文字 原來的東西會失去本來的屬性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但LIST不會喔 那我們現在來看LIST 你看L1 L1裡面 你看這個 裡面第一個東西 它是不是就是原來的東西 第二個 東西它是不是還是原來的東西 它還是數字 它還是文字 對不對 第三個 它是一個邏輯向量 所以它並沒有改變原始的這套格式喔 你如果仔細想想我剛剛講的話 你會覺得非常合理 因為它是在鎖引 它其實並沒有 它並沒有把大家複製到一個新的地方 然後產生一個新的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還是去鎖引回記憶體原本的位置 好 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列表這個會有哪些基礎函數 你需要在操作列表的時候要用 好首先第一個我先跟大家講 LIST這個函數顯然 它是一個核心函數 核心函數就是到時候你在寫就是練習題的時候 你可能會用到的 這樣可以 好第二個是 LIST這個函數 列表可不可以用 可以 那你如果LIST一個列表 它就會告訴你裡面有三個物件 不是告訴你有幾個元素喔 是告訴你三個物件 這個跟資料表 矩陣和這個 就是 向量 LIST回答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樣 這樣可以嗎 好第二個是 CLASS 它就會告訴你說這是一個列表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應該是可以想像的 好第三個函數 NAMS NAMS這個函數啊 我們 曾經教過它的兩個 就是RAW NAMS跟COLOR NAMS 那你直接用NAMS 你就可以去對L1 裡面的物件來做一個命名 我們打NAMS A B C以後 你會發現這個L1的第一個元素 而物件是不是被改成A了 第二個物件是不是被改成B了 第三個物件是不是被改成C了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NAMS就是單純的改名字而已 好還有一個函數叫LS LS這個函數啊 是請你列出 這個是列表專用的一個函數喔 請你列出 列表裡面總共有哪些物件 這是一個列表專用的這個 這個函數 這也是一個核心函數喔 核心函數就是你要了解這個列表的時候 你需要用這個函數 否則你沒有其他方法去了解這個列表 今天這個列表只有三個元件 你可以把它print出來好好的觀察 以後你遇到列表 搞不好上百多元件 你把它print出來好好的觀察 你恐怕你的螢幕都顯示不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來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 我們在阿園裡面我們學到一個新東西 最重要的事情是學如何使用鎖影 鎖影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會發現你在使用回圈 或者等等你覺得你想要的小功能 主要是客製化的功能的時候 你都需要用到鎖影 所以我們來看列表的鎖影要怎麼用 來我們來回覆一下 向量的所影是什麼 中括號 然後裡面放數字對不對 一個數 而且不能有逗點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維的所以你不能有逗點 那矩證跟資料表咧 那個就是中括號裡面可以有逗點對不對 那列表 還可以有什麼創意 來告訴你創意就是兩個中括號 好大家看到了 L1 兩個中括號裡面 你打2 就是叫出L1裡面的第二個元素 第二個物件 不能叫元素 第二個物件 這樣可以吧 你的2 你也可以改名字 你改名字 他就會把L1裡面的C 把它叫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現在問他 既然 現在L1 第二個物件 這是一個矩證 矩證你是不是還可以繼續鎖影 欸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不鎖影 大家看到了吧 這個 你可以叫出這個元素 這樣可以吧 就是 你叫出L1裡面的 第二個物件裡面 你還可以叫出這個矩證裡面的 第一個ROAD 第三個COLOR 然後把那個元素給叫出來 鎖影之後還可以用鎖影 這樣可以齁 好 那 還有一個鎖影的方式 這跟資料表很像 就是你可以用前號 前號B 前號A 你可以用前號去叫他 前號是拿來幹嘛用的 增加新變數 對不對 所以列表同樣可以用這個方式 去增加一個 C13579 大家來看一下我們的L1 看是不是多數低了 前號是拿來 用前號來叫鎖影 是拿來增加新變數用的 這樣可以齁 好來 這個鎖影匯的用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3物件 我們接著要來教大家S3物件是什麼 S3是什麼東西了 這個名字你不用特別去記它 這個名字其實不重要 我來個 大家現在只要記住就是這個列表 你覺得它有什麼缺點就好了 它現在是不是有一個很明顯的缺點 就是列表裡面可以放很多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好不好觀察它 你不容易觀察它 對不對 因為你想想看如果是 向量的話 你會怎麼觀察它 你會用head這個函數 對不對 你看一下前六個數字 大概你就感覺差不多了 對不對 那資料表你是不是也可以用head去觀察它 我們常常觀察個前六行 前六個raw 我們就覺得我們大致上了解 資料表格式了對不對 可是列表你會發現 列表你可不可以用head這個函數去觀察它 可以 可是它輸出的就是前六個元素 可是列表裡面的每個元素它沒有 它沒有 規律 對不對 這個列表裡面的第一個元素 它可能是一個矩陣 第二個物件可能是一個向量 第三個物件可能是一個 又是其他東西 所以你 列表是很難觀察的 這是列表最大的缺點 對於user來講 如果你自己產生一個列表 當然非常清楚 這個列表裡面的第一個物件 是我的 我認為是什麼 第二個物件我認為是什麼 可是對於一個 你想要把你的這個列表給別人用來講 這個列表啊 它這個限制 這個先天限制就非常大 就是使用者搞不清楚你的列表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難道裡面有100個物件我就要打開來全部都看嗎 當然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需要s3class的輔助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要產生s3class 來大家看著喔 首先我們現在看classL1 它現在告訴我是list對不對 大家看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做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叫強迫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把test test是一串文字對不對 把它強迫傳到右邊 左邊 左邊是什麼 左邊是L1的class對不對 所以我相當於強迫L1 這個物件 它本來屬性是list對不對 強迫它改成一個叫test的這個物件 屬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改完之後你問它classL1 本來classL1是list喔 現在classL1是test囉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 可是test這個 test這個物件屬性到底是什麼 test的這個物件屬性是什麼 這感覺是我亂打的一串子對不對 好我跟大家講 真的是我亂打的一串子 這是一個我新產生的物件屬性 原來在R1裡面還可以產生新的物件屬性 好我們現在來Print L1 我們來看一下 欸 原來這個L1跟本來長得非常非常像對不對 差別只在下面它多了一個 欸 這是一個 R1裡面也 R1 R1 R1這個就是 你的電腦也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屬性 只知道這個物件的屬性很特別 屬性的名稱叫test 而至於test這個物件屬性到底是什麼 抱歉他不知道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現在我們要定義囉 我們現在要來定義 test這個物件屬性 到底要長什麼樣子 到底要長什麼樣子 好我們現在來定義 來大家看好喔 我要給大家看 來我們現在這裡 我們現在這裡把它貼下來 它是一個函數對不對 這是一個自訂函數 大家看得出來嗎 print.test 等於function.test 然後裡面會講一些話 講什麼話勒 此列表共有 lens.test 個物件 所以 以這個物件來講 它應該就是此列表共有10個物件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接著 物件名稱分別為 把它貼出來 好注意喔 這個自訂函數現在它是沒有的喔 現在它是沒有的對不對 但我按下Enter了以後 這邊是不是多了一個 print.test這個函數 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來 我剛剛打L1的時候出來的這個對不對 我現在再打一次L1 我現在再打一次L1 在我們打下Enter以前 我先跟大家講 唯一的差別只在 剛剛我打L1的時候 沒有print.test這個函數對不對 現在有了print.test函數 按下Enter 你發現它長不一樣對不對 它是不是長不一樣 好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現在打L1 我們現在打一個物件名稱 舉例說M1 打這樣子跟打print M1 意思是完全一樣的 這個大家可以接受吧 這個大家應該還有印象 好 所以這個L1 我現在打L1相當於打print L1 這樣可以嗎 這個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 當你print 某一個物件的時候 原來print某一個物件 要產生哪些資訊 原來是可以被定義的 假設你print list這個物件屬性的時候 它print出來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print test這個物件屬性的時候 當你沒有特別定義的時候 他就覺得他像是list 所以他就print一個像list的東西給你 但是當你定義了以後 當你定義好 Test這個東西要怎麼被print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使用你的 你定義給他的方式 把print出來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S3 class最大的 就是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前面 我們所有交到的東西裡面 都沒有這種東西 這個很特別吧 對不對 就是我的物件裡面的東西 長的跟我print出來的東西 居然是不一樣的 好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可是這個L1 它還是一個列表 對不對 它本來就是一個列表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剛剛LS L1 你看ABCD 它還是知道裡面有ABCD四個東西 對不對 接著我們再來看 L1 兩個中號 第一個物件 你看它還是可以把東西叫出來 所以S3 class有個什麼特性 圖文不符 你print出來的東西 跟裡面內涵的東西不長 其實不一樣 而你要怎麼知道 這個S3 class裡面的東西 長的什麼樣子 你需要LS這個盤數 去協助你知道 它裡面到底有多少種東西 你需要使用索引 把它的東西一個一個拆開來看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S3 class厲害 它也可以用Lens 也可以用Class 也可以重新命名 然後再print它一次 它的結果也會不一樣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當然了解了這件事以後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Summary這個函數 Summary這個函數 我們沒有教過對不對 我們沒有教過Summary這個函數 好我跟大家講 Summary這個函數 我們可以勉強把它叫核心函數 我們可以勉強把它叫核心函數 Summary這個函數非常的常用 但是之前我們完全沒有教過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現在打SummaryL1 或者你SummaryM1 M1就是我們剛剛那個矩陣嘛對不對 SummaryM2 我們剛剛那個矩陣 你會發現Summary這個函數 它好像針對不同的物件格式 它有不同的摘要的方式 對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Summary這個函數 它其實跟Print是一個很像的函數 這兩個函數非常像 只是Print比較像是直接把東西引出來 Summary比較像是 我把這個物件的摘要資訊告訴你 我們來SummaryX3好了 SummaryX3 你看它就告訴你說 這是一個Logical 有兩個False兩個True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Summary這個函數 其實跟Print這個函數一樣 針對不同的物件屬性 它可以有不同的結果 但是你要先定義 那當然你常見的那些什麼Factor Matrix List 這些東西當然都是Default內建好了 但是Test這個物件屬性 顯然沒有Default的值 因為那是你隨便喊的一個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寫 你可以寫一個Summary.test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Summary.test 等於Test進去之後 做一些處理 按下Enter之後 這邊是不是出現 Summary.test 可以了解吧 接著我們再 Run一次 SummaryL1 你會發現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又跟本來不一樣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以後 以後你遇到物件的屬性 你以後遇到一個新的物件 比如說你打Class L1 你發現它的物件屬性名稱 不是常見的那幾項 常見的那幾項就是 我在這節課以前教過的所有物件屬性 那我告訴你一件事 那鐵定就是一個自定義的物件屬性 當然那個自定義 自定義可能不是你定義 而是寫那個物件 的人去定義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當你發現一個 新的物件屬性的時候 你不了解它 你就可以看看開發者 到底想要給你看什麼資訊 你可以print它 你可以summary它 你就可以知道說開發者 到底想要讓你了解這個物件 到底到什麼程度 那你想要拆開它咧 來請你用ls和物件所以的方式 把裡面的東西給抓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這就是s3class最重要的東西 好 在我給大家練習以前 我給大家再示範一下 現在的L1 它屬性是test對不對 我如果把它的屬性改成test2 按下Enter 大家認為我現在printl1 它還會出現我們剛剛這個結果嗎 大家覺得會嗎 大家覺得不會對不對 因為我沒有定義test2 對不對 好我們按下Enter 確實不會 我們再按summaryL1 也不會對不對 它要變回列表了對不對 除非 我現在寫一個函數 我現在就馬上寫一個函數 好 好 我現在這邊改成A123 我現在就是故意多打幾個字 就是test2 這個長得不一樣 對不對 注意喔 我這裡沒有改喔 我這裡把它改X好了 不要 讓大家不要誤導 這個這邊是隨便的 按下Enter 我再print一次L1 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被我改掉了 所以這一個print點XXX 跟你要強迫一個物件 叫它什麼名字 這個XXX 這個XXX這個名字 真的是隨便你叫喔 你想要叫它什麼名字 就叫它什麼名字喔 不過當然你可不可以叫它Factor 你可不可以叫它Factor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好不好 不行 為什麼 因為Factor這個物件屬性被用過啦 這個名字被用過了啦 這是一個R元裡面 Default的物件屬性 這樣可以吧 所以能叫Factor的 不是 通常不會是一個假的Factor喔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好 所以 你了解了S3class以後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 你對程式源的理解 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就是你更了解了 你現在非常清楚說 以後你看到的東西 跟實際上的東西 它可能不一樣 但是 你已經非常清楚 你要怎麼去拆解它 為什麼我到今天 今天已經第六課了 我才教大家S3class 是有一個音樂 因為它很複雜 就是你前面都很了解了之後 你才有可能看得懂 今天我在幹什麼 好 我想要給大家 出的練習題 這個我希望大家都會做 這邊是一個list 這個list 你直接print出來 你直接print出來 它就是直接把這個list 原來的樣子展現出來 真的 我現在希望 你寫一個 你寫一個 s3class的函數 就是那個print.xxx的 這樣的一個函數 讓你的test list print出來變成這個樣子 print出來變成這個樣子 你試著去完成任務 好不好 也許你不知道怎麼樣 把這個list 把它變成 寫出這樣的文字 沒有關係 但是我希望你們練習s3class 主要是去了解它 把一個本來print出來 是長這樣的東西 把改變它print出來的樣子 這樣可以嗎 好 我把時間給大家 好 我看就是 基本上大家都有做出來 然後我再講一些比較重要的 重要的就是概念 就是 這個是完整的 這個 你要改它的class的名字 這個沒有問題 對不對 你這個改class的名字 要跟print的後面這個名字 這個是要完全一樣的 跟後面無關喔 你要知道 要改的地方在哪裡 這樣可以吧 然後 這個名字 這個function裡面的input 要在function裡面 都要用function裡面的input 這個名字 這四個名字 要是同樣的 它可以任何名字都可以 這個名字 跟這個名字 可以不一樣 也可以一樣 建議不一樣 因為你不一樣的話 就很容易混在一起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 S3 class 大家可能就理解了 你也 你都知道要怎麼產生它了 你大概就知道要怎麼使用它 使用它非常簡單 對不對 就LS它 拆解它 把所有的東西裡面抓出來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非常棒 那我們現在來看 第二節 今天快要下課了 今天大家這個速度超乎我預料 這個速度超乎我預料 因為S3 class 你應該感覺出來 其實是很難的東西 就是 一般來講 就是因為現在是人少 所以說 那個 那個就是去你 電腦旁邊一個一個交 其實速度蠻快的 那個人多的時候 其實S3 class 要花很多的時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最後一個小部分 是什麼東西 是 剛剛不是說 列表最重要的東西 是 它 對記憶體非常有善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利用它來加速 我們來看怎麼做 來 這是一個 大家看的 這個Basic Data Basic Data 它是一個 RN OR RM 這個是隨機產生20個數字 這個函數大家不用管 大家只要知道這個Basic Data 它就是一個 有20個RAW 兩個column的一個資料表 這樣可以吧 好 接著大家注意 T0 等於 SysTime SysTime 就是現在的時間 SysTime 就是現在的時間 然後你再 打一次 SysTime-T0 就是用現在的時間 減去開始的時間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 你中間執行了 這串程式 執行了多久 是不是就可以用 是不是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用這兩行把它夾起來 然後來算時間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來做一個我現在這邊做什麼 我產生一個Final Data 對不對 我產生一個Final Data 開開人論 然後我1到1000 然後我每一次的Final Data 都是前一個Final Data 跟 重複的Basic Data 一直把它RMind起來 所以知道我在做什麼事吧 我只是一直往下貼而已 做1000次 我們來看要花多久時間 0.49秒 0.49秒這樣可以吧 好 接著我們把1000給了2000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他不是花兩倍的時間喔 蛤 他花了四倍的時間對不對 他不是花兩倍的時間喔 來 4000勒 看到了吧 是四倍的時間不是兩倍的時間喔 為什麼是四倍的時間 想一下 因為你要複製嘛 你要一直複製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的總記憶體 花費量 是一個三角形 你 一開始的時候只有一個檔案嘛 對不對 你兩個檔案的時候 你除了有兩個檔案 你還要複製是兩個檔案 對不對 然後複製的檔案放下來 再跟第三個檔案 所以他是一個 三角形的大小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我們是用列表的話 我們想像一下 他是怎麼樣 先產生1000個檔案 所以是 1000個對不對 然後直接把它貼在一起 就這樣 就結束了對不對 所以他的三角形跟 一個 直線的差別 這樣可以了解吧 你這邊如果把4000變到8000 他會更明顯啦 不過我就不跑了好不好 反正就是很浪費時間 我們來看看列表可以有快多少 來 列表要怎麼做呢 來首先 我先 我本來是FinalData 我把它改成 DataList等於List 然後 我把它改成 DataList裡面的 第1個 物件 等於BasedData 我把它改成這個樣子 好 不過 這樣子最後產出來的是 DataList 對不對 我沒有把它貼在一起啊 我最後還是要把它全部貼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我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叫做 Ducco Ducco等一下我再交好了 Ducco等一下我再交 我先 我先交 這樣子 但你要知道這還只是半成品喔 這個我還沒有把它貼起來喔 只是我只是要讓大家看他 用列表速度有多快 大家看 你看 本來是 6.05秒 現在變0.02秒 對不對 我們把4萬 4千桿4萬 他甚至 不用10倍啊 大家可以感受到那個速度有多恐怖了嗎 可以了解 為什麼 為什麼會不用10倍 因為你是這整串啊 這個其實也是花時間的啊 這個東西本身也是花時間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看 所以你可以知道下面 執行的速度有多快了吧 你應該感受得出來 ok 好 那在我要教大家這個核心函數之前 我要先教大家Ducco這個函數 就是 Ducco這個一個核心函數 這個函數 這一串語法是什麼意思 我用 read.csv read.csv 這個函數 然後去讀取 Lesson 好 今天是第六課 Lesson06裡面的 Laptorate 2 我把它讀進來 然後他有一些參數 header等於true file encoding等於cp950 對吧 我這樣子 是不是可以把檔案讀進來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head data1 好 這是我剛剛讀進來的檔案對不對 好 我們再用 然後看著我們的 parameter list等於 我們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 它裡面的第一個物件叫file 對不對 那file裡面就是 剛剛的lab name 我們把這部lab name改一下 好我們把它print出來 它裡面是不是有一個叫file的 物件 一個叫header的物件 一個叫file encoding的物件 一個叫file encoding的物件 是不是相對應到 read.csv裡面的file header 跟file encoding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你看docoat在做什麼事 docoat是把 請你用read.csv 裡面的參數 請你輸入後面這個列表裡面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docoat這個函數是在 請你用某一個語法 請你使用某一個語法 請你使用某一個語法 啊參數請你用後面那個列表裡面的參數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現在run一下 你會發現data tool也可以把答案讀進來 你看一下head tool 欸 長得完全一樣 長得完全一樣喔 這樣可以吧 好 你如果問他all equal all equal all equal就是問這兩個物件有沒有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所以docoat你會用嗎 docoat就是你把函數 你docoat就是要輸入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函數的名稱 另外一個參數是列表 然後那個列表裡面所有的物件 就是等一下你要丟進那個函數裡面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合在一起 docoat abide 然後把datalist裡面所有的物件全部一起丟到rbind裡面當作參數 那rbind本來就可以rbind了很多東西啦 他也可以一次rbind了三個東西 rbind這個函數 大家看一下rbind這個函數 rbind這個函數 他當然可以rbind的base data base data base data 他這樣當然可以合在一起嘛對不對 你可以再繼續往下喔 好 你可以繼續往下喔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rbind這個東西本來就是把很多東西把它貼在一起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可以用docoat abide的把datalist把它貼到一起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要花多久的時間 好我來注意喔我只有多這一行喔 我多這一行 結果就會跟剛剛每一個rbind的會完全一樣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樣要花多久的時間 0.17秒 顯然比6秒快多了對不對 我們把4千桿4萬好了 等我一下喔 今天快上完了 我剛剛名字被叫走 這個 好大家可以感受到這個 就是不扣跟rbind的還有列表 到底對我們的這個速度幫助有多大嗎 對不對 大家應該很了解列表 好 所以我希望這樣子 就是這個練習二 大家 這是商傑克最後答案的語法 就是你不用重貼一次了 你就是 你就是試一下 他可以把laboratory 2 這個檔案 全部把它處理完 處理成我們想要的格式 可是這裡是final data對不對 這裡還在用rbind的對不對 這是速度慢的元兇 請你把它改列表 就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就給大家嘗試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的練習就是 上一張的程式 然後把它改成list 那我們就是直接貼 這邊 我先執行一下 他們速度是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比較慢 那他在跑的過程 我先改一下 我們要改的地方 其實就是基本上 只要把這裡改成list 我變速名稱是有換 那這邊 他改成list 然後再來是這邊要把它改掉 那rbind的話 因為我們是做賭扣list 所以我們是在規圈之後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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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要這樣就做完成這項練習期這樣 我們看一下答案 那他在跑 我們就先看一下答案 那 你看 就是只要改這裡 程式只要改這裡 還有 剛剛這裡 然後 還有這裡 那其他 我們都沒有動 可以看出來 原本的code 如果不是用list 如果只是用data frame去bin的話 它就會非常慢 快結束 這樣很久 那如果 如果改成 我們用list的方式 全部重跑一次 是有稍微變快 很多這樣 那 我們在跑 我直接總結就好 那 這堂課老師教的就是list 那list其實就是可以包含很多 部件 你可以是data frame 你可以是matrix 你可以是向量 就是mater 那 如果是用一些 用list的方式的話 那在記憶體上 可以加快它的速度 那 大家就是回去可以好好練習 怎麼使用list 那 以後再做一些 資料的處理 比較大量的資料的話 那 我們就在處理時間上 可能就不用那麼久 那我們這堂課就先到這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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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